367 手脚冰冷 卖戏欲绝症 当归势力汤 这个用了很多很多很多 很多地方 你默认个卖很维系 我说你冬天会生冻疮 医生你很厉害 现在夏天你就知道我冬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每年冬天都生冻疮 因为手脚是冰冷 当归势力汤呢 专门治疗冻疮 你如果 这个冬天的时候 脚放在雪地里面待太久了 脚烂掉了 脚烂掉了 血液循环不回来了 给西医稿就截肢 把脚砍掉 中药 绝对处方 而且是唯一处方 这个当归势力汤 当归势力汤吃下去以后 那个热力从脚 身体里面一直偷偷的脚趾头尖去 那你说老师 那就冻疮再用 其他的不会用 你不要那么傻 糖尿病的病人呢 到后来要截肢 也是当归势力汤症啊 我讲过 只要是截肢 你都要用到当归势力汤 西医只要说 这个人需要截肢 你就想到当归势力汤 就是专门在手脚 冰冷的时候使用的 是你看到了那么极限的绝阴篇 居然又回到桂枝汤 桂枝少咬 甘草 大枣 生姜不戒了 生姜不用 那里面呢 是桂枝少咬是等量 其他就是桂枝汤 把生姜拿掉 加上当归细心跟木通 通草就是木通 当归细心跟木通 这七味药呢 用八碗水去煮 煮成三碗 然后一天吃三次 三餐饭 各吃一次 当归势力汤 那 他这个厨方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他 在当归势力汤的时候 手脚逆冷的时候 出现的现象的时候 变成血不够 血不够 所以他会加当归下去 桂枝汤还是一样 你看看桂枝汤是一样 生姜把它拿掉 生姜呢 除了去 胃里面的停水以外 胃里面如果没有水 没有停水 没有恶心 他生姜不用 有他不用的道理 不用生姜的时候 他 这个要一下去 因为里面有 干草 枝干草跟红枣 他不会担心 肠胃的菌业不够 那不用生姜的原因呢 因为生姜是怎么样 只是 这个扇胃里面的含水 扇胃里面的含水 并没有那个力量 第一个并没有力量 把它发散到全身 四肢末烧去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桂枝 和 勺药 你记不记得我们前面上 那个 勺药干草 腹脂汤 勺药干草汤的时候 里面我们没有 没有放桂枝 也没有放生姜 关系 勺药跟干草 那种制干草呢 能够强到心脏 强到心脏的力量 好 那红枣呢 煮出来的精液 黏答答的 就跟胃的 肠胃的精液是一样的 好 那不用生姜 好 因为我们在就腻的时候 一般要用的话 是用干姜 这里不用生姜 生姜我们不就腻 好 那细心呢 它是能够生下胶的羊 好 那通草呢 是能够一点点 通力肠子里面的触变 如果说这个人有 食物 因为坏死的食物 在里面的时候 放一点通草 所以当归四尼汤 吃起来的时候 会病人会 大便会多一两次 每天的大便会多一两次 好 比平常呢 就多一两次 好 那因为里面有通草 那换句话说 你如果说 已经有 下滤 通草就拿掉 木通就拿掉 我已经有 这个 这个 这个便利了 木通 多加一点 当归 多加一点 当归除了补学以外 最主要还有人际在里面 所以 你如果大便很正常 今天你回来吃个当归 吃了一条 吃了 大便就会排出来很多 因为什么 因为里面有当归跟 木通 有当归跟木通 那细心呢 慢慢接触到 我们前面 哨音症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麻花腹子 细心汤 细心汤就是生下胶的羊 这个 这个下胶的 从肚子 小肠 观圆这边的羊 往上升 所以说细心可以 从里面寒的时候 寒就像冰块一样 有水在里面 细心是很热的药 下去就可以把水 这个化掉 好 这个 那设计这个处方呢 就他不用生姜 不用生姜 就是我刚刚讲过 他并没有恶心 并没有呕吐的现象 那张仲锦 在京方的时候 他在研究京方的时候 他 他 京方 他就知道京方的重点 就是 要减利专 有需要的时候再用 没有需要的时候 就不用 所以这个处方后面呢 有个当归 好 赤泥汤 加无珠鱼生姜汤 有没有 因为病人有 如果是有 当归胜泥汤症 手脚是冰冷的 同时有化农啊 农阳的现象 我们当归胜泥汤 家里 病人有恶心呕吐 我们要把 无珠鱼跟生姜的 加回去 那临床上 我们在做 当归胜泥汤的时候 主要的症状 我就刚刚跟朱卫讲过 那个血须 那就是那个 造成血须 还有寒冷 造成手脚 有冻疮的现象 还有呢 女人 白带也很好用 你还说 老师我白带很多 脚是冰的冷的 脚是冰的 当归胜泥汤 那 临床上的时候 这个对胃也很好 对胃 慢性的胃病都很好 如果你遇到 慢性的胃病 然后吃那个 又会恶心呕吐的时候 就是后面的 无珠鱼生姜汤 还有呢 临床上 我们可以看到 病人散气的时候 也可以用 为什么 就因为细心 细心能够化他的 里寒 如果散气的时候 那个 那个 肠子下坠 我们一般 都喜欢用生麻 生麻呢 能够生体 生体这个 凉气 能够生体